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以害丁害回害 回 这个是一个女命 他是在说他什么时候能怀上宝宝 他现在进入了根影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 他要看怀宝宝 我们首先会看食伤星 我们可以知道他进入这一个运了以后 他的食伤在这一更一合 不见了 变成不见了 他的地支也有走一个 所以也隐害一合 也都不见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像这一种八字里面 他就比较不容易会怀孕 而这时候就是必须由流年的一个食伤星出来 来帮忙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我们又有分为天干跟地支 我们会知道天干甲乙 地支银卯 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天干跟地支来讲 天干相对而言他比较不稳 所以 我们一般比较不会去找天干的食伤 当然也可以找 但是他就必须要怎样 在相对安全的时间去受孕 例如 假如他是在甲的时候 甲可以用 所以他在甲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等到当年度的10月以后 去怀孕 他会比较安全一点 假如是在10月以前去怀孕 那基本上流产的几率非常非常大 所以甲乙年他是可以的 过来 我们会知道 是不是 刃乙 但是还是一样 没办法出来 因为流年假如是被合住的现象 他等着被宰 所以食伤星被合 那就表示说 在这一种情况下 就算让他怀孕 也很容易会出现流产的像 再来就是奎卯 奎卯 所以奎卯是一年了不错的一个受孕 再来就是甲乘 甲乘的话 那就必须要等一等 等到当年的10月份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一种的情况 你不要以为你本命有 有吗 食伤星在这里 但是各位 是不是大运乙庚 把他合掉 就变成是没有的一种像 所以各位 像这一种的 很多人 总是在那边讲 我八字 有 没有财 各位 像这一种的 我八字有食伤 可是他照样不见了 对吧 而且照样会不见 所以一切 还是回归到五行流通 所以当他没有的时候 他就必须等流年 或者是大运来鼓住 像这一种的 你不要以为 走了食伤 OK 应该要有 结果你看 他是不是也被合住 合住就暂时的无法作用 所以暂时无法作用的情况下 他就等同是废的 这时候只能够依靠流年来帮忙 而在流年里面又必须考虑到 所谓的流年器 并不是整年度都有这个流年 所以你流年器 你假如又没有去掌握的情况下 很容易变成是怎样 怀孕了又流掉 这样子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像这一种八字 他本命有 但是因为大运而没有 然后只能够静待流年的一个出现 但是 假如又是以流年来讲的话 就必须考虑到流年器的这一种情况 这的话很容易犯而是受伤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